若真依盖将军所言 那南兆最大的恶人 应该是拜院 为何 世人却都痛恨李三思夫妇 就在此处 你来此果然是为了娘娘的石像 正值巫王命我前来 十年前发生那样的事 你们怎么还有颜面 带着公主来找娘娘的石像 盖将军 公主 我娘的石像 当真在此 是的 能否 带我去见一见她 公主 我答应你 但此事还需要从长计议 我还有一事 公主尽管吩咐 能否告诉我 十年前 南兆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故 盖将军可知 十年前 南兆究竟为何突然出现水魔兽 公主 这水魔兽早在上古时代 就已经被女娲娘娘封印了 至于她为何会出现在南兆 肯定和拜月有关 盖将军为何如此肯定 当年半月 她污蔑巫后娘娘是蛇妖 朝野上下众说纷纭 为此争得不可开交 可水魔兽偏偏就在此时出现了 她引发洪灾 为祸人间 最可气的是 她是杀不死的 只有女娲一族才能将其封印 巫后娘娘身为女娲的后人 她为了救天下苍生 不惜蛇身去封印水魔兽 却因为释放了女娲之力 不得不在人前 献出了人面蛇身之谋 却因此 反被那些人认定是蛇妖 如此来推断 这水魔兽的出现 就定于这半月脱不了干系 这些人简直愚蠢至极 明明是巫后娘娘救了她们 她们还污蔑娘娘是蛇妖 施长老 若真依盖将军所言 那南兆最大的恶人 应该是半月 为何 世人却都痛恨李三思夫妇 公主 老臣之前说过 李三思夫妇当年盗走水灵珠 导致水灾出现 坊间传闻 水魔兽欲水则生 当时南兆以成则国 因此 南兆上下痛恨李三思夫妇 那盖将军可曾听说过此事 公主 当时我和南蒙王被派遣去了边疆 等我们回来的时候 巫后娘娘已经将水魔兽封印了 至于李三思夫妇一事 我们虽有耳闻 但我更相信这一切都是拜月所谓 只是南兆朝堂上 偏偏有人视而不见 盖将军 我与拜月虽然政见不合 更不认同她当年对巫后娘娘的所作所为 水魔兽一事 至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与她有关 即便她是我的政敌 我也不能把不确定的事强加到大头上 此乃非君子所为 说得可真好听 那既然如此 是长老请回吧 公主今后跟着我们就好了 断然不可 我此番奉巫王之命前来 就是要接公主回朝 回朝 好 难道你们还想让公主重蹈娘娘当年的覆辙吗 盖将军此言武断 公主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谁敢冒犯于她 时长老啊 你竟还是如此天真啊 十年前拜月就能污蔑娘娘是妖 南兆朝堂连巫王都无可奈何 这十年来拜月教迅速壮大 如今已是全亲朝野之事 若是他们再如法炮制 污蔑公主是妖呢 真如盖将军所言 只要大王一声令下 老臣就算粉身碎骨 也会保护公主周全 你此言我信 但是南兆朝堂已是如此 我断不可能让公主再去犯险 好了 我失去失了 等我弄清楚了我娘的实相 我自有定动 我失去失了 等我弄清楚了我娘的实相 我自有定动 你现在知道我 莫名的儿子 又再 51 这么只能